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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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到没有 没用家 啊 你来个发 15块钱 现在你发的价格也便宜了 以前最高的时候要三四十才能理个发 现在又回到二三十年前了 十几块钱 小孩放学这个还迟到了 去接 最近我看评论区有很多观众 在问我现在回国生活 在国内的生活的开支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记得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好像做了好几期关于在泰国的生活成本的一些视频 播放量还比较好 因为大家对在泰国旅居生活也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认为在国内 可能感兴趣的人不多 既然有人问我还是想聊一聊 顺便的话我想我也 比较具有代表性 也算是国内中产阶级的一员 当然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 认为我不够格 但是我想中产也是一个比较宽放的一个概念 也许会分成那种上中产中中产 低中产 实际上在国外也有这样的分类 比如说upper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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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middle 好吧 那我就算low middle 也算是一个中产 从我们家的基本的一些遭遇 一些基本的情况 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崩溃 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收入急剧减少 然后开支不减反征 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的普遍的中产阶级 都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首先说说我们家的生活的开销和生活的成本 最近因为我们在策划寒假出去旅游 我想先说说我们家的旅游费用 对我们家来说 每年的旅游开销还是挺大的 对我们家也是刚需 因为要出国 要让小孩从小增长见识 适应国外的生活 我们以前在泰国也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也不想中断 他们对国外的那种兴趣和好奇 不要到时候要带他们出去 他们都不想出去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次寒假的话 我们买的机票 现在算下来的话 差不多小一万了 因为寒假期间 那个机票肯定很贵 以前我们夫妻俩 比如说背包旅行 往往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 但是有的小孩 每次出行都是寒暑假 这个时候正是航空公司涨价的时候 便宜不了 每年都便宜不了 光寒假机票 这是小一万左右 然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先去广东 我老婆娘家 带上大半个月 过完年以后就去泰国 带上两个礼拜 然后再回来 估计这个寒假的开销 差不多两万人民币吧 然后暑假的话 当然 今年刚刚过去的那个 七八月份的暑假 我们开销比较大 因为自家新疆 两个月时间 可能花了差不多 三万多 将近四万人民币 但平时的话 我们如果去泰国 可能三万吧 也就是说大概 我们旅游一年的开销 大概五万吧 然后再加上 我两个小孩读书的费用 现在当然大女儿 已经读小学了 没有学费 小儿子呢 在幼儿园 一年的学费大概 一万人民币左右 但是七七八八 小孩的衣服 那个衣服 不断地都在买 因为小孩嘛 长得快很快又不行了 各种装备 要踢球 反正我老婆 基本上每天都在网购 算下来 再让小孩 我们吃的东西啊 一般都是在山谷买的啊 也不让他们尽量外面那些东西 尽量不要吃啊 算下来的话 一年这个生活成本的话 也算个四万吧 跟旅游费用加在一起 大概就是十万人民币啊 就是这一部分的开销 然后另外一部分开销啊 就是我母亲和保姆这边啊 因为我母亲现在八十多了啊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他现在也需要有人照顾 前段时间又摔碎了那个髋关节啊 又做了手术啊 又需要人长期的照料啊 现在我母亲跟我生活在一起啊 他那边的开销 首先当然就是保姆的费用啊 保姆以前是四千五啊 现在已经长了五千了啊 因为他现在护理的任务加重了嘛 并且他是 节假日他也在加班 因为他老家非常远 他也回不去啊 所以说他有时候就是 请个假啊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他都去见见亲戚朋友啊 我也允许了 所以说他基本上 那个加班费啊 也要给他照算 然后在国内的话 还有节假日啊 全年有十一个节假日 是必须要给双薪的 所以说他一个月平均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有六千人民币 拿到手啊 当然包吃包住啊 住家保姆啊 要说他一年的话 就是七万多的工资啊 另外 呃就是我母亲的 抗病啊 吃药的费用啊 那个药是不断的啊 每天那个十几二十种药啊 包括像什么益生菌啊 那些各种都是很多种 维生素都是很多种啊 呃那个药钱 竟然是花钱如流水啊 呃这个也是很高的 还不要说有时候还住院那费用 比如说像今年啊 做髋关节手术 呃致费都花了三万人民币啊 所以这部分算下来 我们也姑且算一个十万吧 就是在没有很意外的情况下啊 一年啊至少十万啊 这两部分加起来就二十万了 啊另外就是日常的开销啊 包括吃饭啊 现在吃饭的话就是每天中午啊 呃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分在两个地方住嘛 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啊 我们一家四口啊 父亲两家两个小孩 每天晚上就是住在新房子那里 然后我母亲和保姆住在旧房子 因为旧房子很大啊 他现在恢复训练啊 在客厅走来走去比较方便啊 这个房子太小了 实际上现在这个房子都是我给他准备的 跟我母亲跟保姆准备的啊 高低床房间很小啊 他过来住就不太方便 所以说他还是住在那边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相当于租了两处房子 实际上这两处房子物业费一年算下来的话 可能至少就一万了 这套房子现在物业费还没最终缩定啊 以前 新希望要求收八块八一个平方 那算下来 一年物业费都要一万啊 还有停车啊 一个月一千二啊 那个那个太太高了啊 呃然后那边虽然物业费便宜 一个平方一块三啊 但是算了七七八八垃圾费 一年两三千块钱肯定是要要的啊 也就说物业费至少也要算一万人民币啊 然后我两辆车啊 养了两辆车 一辆车在成都 一辆车在泰国巴提亚 但是巴提亚那个车啊 啊基本上花费不大啊 因为朋友帮他看着啊 当然朋友如果自己用 当然他自己去买加油 呃 然后什么保养啊 啊主要成都这个车啊 啊一年维护的费用 虽然开的也不多啊 但怎么知道一万块钱还是要要啊 啊这就是两万啊 啊另外我们平时吃饭 呃我每天中午和我老婆就在跟我母亲他们那边一起吃饭嘛 啊实际上这个采购菜的费用还是比较贵的 因为现在我母亲最大的乐趣啊就是逛菜市场 每天保姆推着轮椅车啊把他带到菜市场到处买买买 我也鼓励他去买啊 我知道有些东西啊买回来确实就是有点上当受偏的感觉 比如说前两天去买的那个什么菌子啊啊煮了鸡汤啊是苦的根本就没法吃只有倒掉了 因为没办法啊一个农村啊妇女加上我母亲啊眼睛也看不见那个啊在市场上被人骗 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啊我就是鼓励他买啊买买买 但是我说你尽量少买肉啊我觉得蔬菜水果啊长乱发招的多买点 那个无所谓啊但是吃了肉啊那个如果不放心的话对身体影响很大 所以说肉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沙摩啊这些我网上采购的啊 呃每天他们出去逛到市场经常回来保姆给我报销哈都将近100人民币 再加上我另外的采购反正每天再怎么着吃饭可能都花150块钱啊 一个月现在这就是五六千块钱啊一年啊吃饭的话这一块就是五六万啊 然后再加上日常的一些零散的一些开销啊啊再怎么着也是三五万吧 因为我们也经常在外面吃啊啊这一部分再算上十万吧 啊所以说总体来说哈我们家一年的开销就是三十万以上啊肯定是超过了三十万 这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很普通的一个家庭 呃那我们家的收入又有那些啊我现在实际上固定的收入只有两项啊一项就是我母亲的退休金啊 啊因为现在五星跟我过啊他的退休金也相当于有我的支配他退休金一个月是四千九百块钱啊一年的话就是五万多一点 那另外就是我另外一套房子在出租啊一年大概有三万多啊两项加起来就不到十万啊八万多神明币 这就是我们家的固定收入因为我们父亲呢实际上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啊 啊那那个缺口就是二十多万从哪里来啊 实际上我们家以前的那个其他项的收入结构啊大概排名第一的啊 当然都是要感谢现在伟大的自媒体啊自媒体找到了相当于找到一份工作啊啊自媒体那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国内的一部分国外的啊 呃再加上我理财的收入实际上就这都是三项啊以前我的收入按多少排名的话第一就是国内自媒体啊 啊我国内自媒体以前我做了四年每年差不多有十万人民币啊 因为从每年三月份啊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搞了一个退税啊都看得出来啊 你只要把你基本情况填写了以后啊连中国这样的国家都要给我退税啊 因为觉得我过得太惨了啊 父亲俩没正式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啊小孩又这么小所以都要退税每年退税都差不多将近两万人民币啊 也就看得出来我一年的国内自媒体的收入是十万人民币啊 因为他预扣税是20%在扣的嘛啊 啊所以这一部分是我最大头的收入啊 但是现在清零了啊彻底清零了一分钱没有真的是一分钱没有 第一啊国内自媒体那个收入啊是急剧下降啊 就是只有以前的10%了按道理我一年也能挣个一万多啊 但是现在呃大家有关注我国内账号的都知道我已经停更很久了啊 已经没有停没有更新了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啊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第一哈你发视频收入很少 第二啊发视频麻烦不断啊 动不动就是禁言然后处罚啊我怕惹上麻烦我干脆就不发了啊 所以国内账号现在基本上就是空置在那里啊 所以国内收入就是归零了一分钱没有了啊 第二项收入就是理财的收入啊以前是我第二大收入啊 以前理财的话买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大概有3%到4%吧 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我以前大概一年差不多有个可能七八万左右吧 啊但是现在这部分收入可能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吧 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连你在银行的那个定期存款啊 一年期的才一点几 你说你买理财收入有多少啊有一个点就不错了 人不亏都不错了啊经常还要亏啊 动不动一个风吹草动啊行情一变化 你发现你存在银行的钱啊每天还在亏损啊 所以这个最多只能算一个点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一年的话 可能两三万就这样子啊 现在最主要的收入啊反倒成了以前排名最后的国外的自媒体的收入 就是油管的收入 实际上我以前在泰国期间哈 我分享过我做油管的收入 大概一个月1000美元左右吧 当然现在比以前肯定是要高了 当然具体的数目我就不透露啊 因为以前在泰国嘛我百无禁忌啊 但是现在到了国内啊我说这个东西啊就很敏感啊 希望大家理解 但是绝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 我看别人的视频播出说播放量达到多少粉丝达到多少 会有多少收入 但是我是远远没达到啊 这一点的话我分析了一下可能跟我的那种所谓的黑粉比较多啊 因为我看了全网啊中文字媒体里面好像黑粉最多的就是我啊 可能是那种遭黑体制啊 当然我不是说抱怨啊 我觉得这就是现实啊 因为我拍出的视频的内容是怎么样啊 我的观点怎么样啊 他就是会遭到非议就是会遭到啊 各种负面的评论啊 这个也很正常 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接受啊 我的频道主打的就是真实不装逼啊 啊 既然你的视频啊就有这么多人攻击你啊 那你就必须得接受吧 这就是我的态度 所以说我从来不会去主动去删什么那些负面评论 有些很过分的我也不会删啊 有些他在说爱你怎么上我评论啊 实际上是平台把它删掉 因为平台对评论区是有个过滤机制的啊 可能你说的东西啊 也出到他的一些敏感词啊 然后就被自然屏蔽了 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攻击我的家人啊 如果是攻击到这个方面的话 我肯定是要直接把它拉黑掉啊 这个是我唯一的一个底线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国内的总体的一个收入啊 当然 现在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啊 在目前的经济状情况下 我还能靠一份海外的收入来支撑啊 就是多多少少还能够啊维持现在的生活啊 我现在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总体来说啊 我还是满意的啊 因为我现在还能支撑 比国内很多其他的中产已经好很多了啊 人家以前主要是靠国内收入的啊 现在比如说降薪失业啊 然后自己的生活压力那么大啊 上又老下又小啊 很多中产阶级特别是中年的啊 跟我都是一样的遭遇啊 现在他们的生活肯定是远远不如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感到很幸运 但是同时的话每天也是战战兢兢 因为大家也看得出来啊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了啊 我们基本上都是已经是呃 撑到了极限啊 就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稍微有一个突发的事件啊 我们整个家庭那个收支啊 肯定就会崩溃啊 我们家庭那种经济状况也会崩溃啊 整个家庭啊也会遭遇啊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啊 呃就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所以说我们这种阶层 实际上在国内是最脆弱的最危险的啊 最容易崩溃的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从我自身的经历就看出来 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整个阶层啊 正在效望 然后我们中年人啊 这个阶级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段话嘛 都是生无可恋啊 虽然我可能目前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但是现在真的有一种朝不保夕的这种感觉啊 现在反正就是撑一天算一天吧 过一天算一天啊 这就是目前大概生活的一个状况嘛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